大家好,我們是第11組,然後我們的專題是做夜市,然後剛好符合最近民視很紅的夜市人生 因為我們組民的時候大家都討論很久,然後也是跟之前一組什麼隨便差不多,就是大家在問的時候都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決定去說我也不知道,然後組長林選民就是我旁邊的這位,然後某公公就是那個肚子很大那一位,然後胡建文就是剛剛講共鳴那一位,然後我就是兩家王 然後動機就是台灣的夜市啊,然後很多啊,然後常常想要吃一些好料的時候都要到網路上去搜尋一些資料,然後有些時候搜尋的時候可能又搜尋到地雷,然後去吃的時候非常難吃,然後就很不爽 然後就像我們自己輕鬆就有輕鬆夜市啊,裡面的東西真的非常難吃,然後可以不要去,然後所以為了照顧大家,然後我們想說可以搭配影片還有圖片,然後介紹 然後所以我們就介紹了這個網,就做了這個網頁 這邊就是我們使用技術部分,這邊是使用技術部分,然後製作過來就是,API是真是我們做的時候最大的問題,然後API它,過API有很多種,然後就是其實很多就是,對我 對我來說就是看起來蠻複雜的,然後所以就選的比較簡單,製作的幾種,可是其實 當在製作過程中還是遇到不少問題 然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網頁只能在顧著留言區不中止執行這樣,真的還沒有解決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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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未來掌握的部分就是 整個畫面可以加強,然後 然後 現在我們做的重點是 做這個網頁通常就是 做一個專題啊,常常都 就是為了做專題做專題 我們覺得說 應該要做一個 之後也可以 有用的東西這樣 所以就是 我們算是介紹一些就是夜市的東西,然後 就不單是介紹夜市,然後它也會結合一些就是跟融者互動的東西,然後 希望最後能 吸引到商家來跟我們合作,這樣的話就是 可以創造一些利益和創造一些就是大家方便的東西出來 好,我們等一下到這一幕 這就是目前我們現在的網頁 只是上面這邊原本有放一個東西,不知道怎麼跑不出來 就是 有點像是會 類似跑馬燈那種東西,然後 就是顯示我們的主題 然後我們主題叫 台北夜市美食 然後 我們 這是 這是我們實地去參訪的時候 就是 做的一些 東西 這個 這個 這就是 我們去參訪之後 這是我們自己拍的影片 然後這就是 這就是 店家的那個 整個 扛辦跟它的 運作內容 然後 這是我們自己打的一些 簡介 然後 這就是我們自己拍的影片 然後 下面有一個簡單的 就是 地圖的AP 就是可以讓我們知道 它大概在哪個位置 就是 市林夜市這整個位置大概在哪裡 還有 就是 不同的 然後 我們這邊 除了這個 整個裡面 有 除了這個影片 上面有這些 就是各個小吃的內容之外 我們這邊下面還有一個是 可以讓 來這邊看這個網頁的 就是 人看說覺得這個網頁好不好 如果好的話 就是可以點 讚之類的 啊 可是重點是 點這個讚 要先 登入Facebook 所以我在下面 有先連結了一個Facebook的網頁 好 然後 然後 接下來是我們行事例 不過 這個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還沒解決 就是它的字 我們還沒有把它變白色 然後 其實我們這個行事例 主要的內容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我們未來展望 會跟商家合作 所以 這個行事例 主要是讓 說 商家可能有些活動之類的 就可以在這邊 就是PO上 它的名稱 還有時間 還有內容 地點 然後讓來看 這個網頁的人 可以 知道現在有什麼最新的活動之類的 然後 這是我們的製作群 我們這四個 然後 這個社群連結 是我們自己在Facebook裡面 開的一個社群 就是 也是可以讓大家知道 一些活動 在 一些活動 會 就是大家討論的美食 或者是活動之間 活動跟 活動的時間跟地點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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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個 然後 這邊日曆就是 可以 欸 這個日曆就是 Cadender Cadender 然後 它會 定期傳簡訊 告訴我們說 大概什麼時候會有活動之類的 然後 這個網頁 我們原本是還要再設計一個就是 可能是加入會員 然後 就是跟 商家 然後商家加入會員之後 他可以去 在裡面PO一些他們的資訊之類的 大概就這樣 然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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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好 谢谢观看